這個選取工具 你用哪一種其實都沒有關係 那如果說你要比較準一點點的 除了說可以用這個套索 你就這樣沿著 沿著這個這樣抓以外 這是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是你也可以來這邊 它有一個叫做遮罩選取 那這個就是用塗的 就是把你要的範圍塗一塗 塗好了之後它就會變選取書 比如說你看我把這地方我要的把它塗一塗 其實它的概念還是跟多數影像推樣子都是一樣的 好 塗完了對不對 那好了有沒有一個叫做遮罩選取 嗯 好糟糕 它只能一句畫一條 哈哈 它不能 那 它緊繃不知道多大 它只能一次畫一條而已 要一次塗完 就這樣轉進去 這樣也可以 好 好 那假設你在弄好的 那我現在選好的 我必須要變成一個物件才行 就是把它設置 然後把它做貼上 這樣是多一個 這裡多一個卡出來了 那你看我把下面先關掉 這樣這個就是透明的 好 那麼現在呢 你針對這一個 如果你想要把它變 就是 這邊 你按右鍵 它有一個可以有一個叫做邊緣柔化 但是你在做這個之前 它必須要先轉換成一般的圖層 好 就影像圖層 它叫做影像物件 所以我們來按右鍵 先轉換為影像圖層 好 現在是一般的 好 現在按右鍵再來做邊緣柔化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來設定 它的樓邊的大小 讓它依然變成這樣 就這樣 對吧 那好的 那這樣子之後呢 你要存出去 那記得你在存的時候 一樣 變成PNG 因為JPG有沒有 是不會透明的 你變TNG 但重點是要變雙車 給它變通明的 那如果你要拿到佛克森配合 這個拿到佛克森配合 這個一樣 那如果沒有 那就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如果說 假設我這邊做好了 我就是要直接拿到那個 立瑞口裡面 那就很單純變JPG就好 那如果你這個是要跟其他造天空合成的 好 那你會先全程 存成那個PNG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這邊 我把它先存成PNG 好 32的 OK 好的 那今天如果我想要拿來這張裡面用 我想要拿到這邊用 那你就要從這裡來找 你看我們這裡有一個 照片物件 我就可以把它從外面 抓進來 等於說我要先出去再拿去拿就對了 好 那你看我瞄這裡 照片那裡桌面 那 在哪裡 在這裡 這邊 好 OK 這邊 進來 因為它這樣就是一個塗層 所以你也可以任意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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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 過 中文字幕——YK